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 这里是烟雨,也是趁着寒假给大家回来做补饭推荐 本今天是关于B战时部人气爆炸的国漫作品 近几年的国漫飞速发展 我也感受到了国漫给我带来的心灵高潮 给我感觉就是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都是牛逼 数据来源于B战的索引功能 有些小伙伴说直接看不就完了吗 不不不,听我的推荐或许比自己直接看还容易入坑 还明发生轻微变化属于正常 你们也可以猜猜我这视频做了有多久 也恳请各位给我这幅方工具人 性能的up主就是我 烟雨,多多数十三年支持一下啦 那就让我们一起看下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吧 第十名,飞人哉 一部画风像手术一般翻唱有国风的作品 它拥有着粉丝数百万 微博越流量超实义的超人气国曼 说句心里话 微博这东西呢 爱些些用吧 反正我印象一般 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中国传统神号中 那些神话人物也像人类一样上下班 还有一起无底头 搅动大开的搞笑日常 虽然它只短短只有五分钟 它却带给你的是治愈幽默 那就给你们放一段 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份拥有国曼风格的幽默吧 第九名,那年那兔那些事 它是以动漫形式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怀 中国历史与它完美融合 教会了我们勇气历史 勿忘国词的正确认知 然后觉得我们中国成立是多么艰辛与伟大 不是我可以把稿子讲这么严肃与官方 而是闹兔确确实实教会了我们这些精神 做我们一名中国人 我们幸福且骄傲 而且里面的兔兔那么可爱 确定不看一下吗 第八名,一人之下 这次我们先撇开剧情 来讲这部剧给我的亮点 要是人设设定的与众不同 这部剧的女主角名为冯宝宝可有特点了 公妖头被头发四散 同时还说了一股麻溜的四川话 也十分的受众 确认了一大部分 第一季的风宝宝神秘的绅士 男主隐藏了20年的实力 装成自己如此平庸与滑稽 这背后决定是为什么 这正是我想追下去的不放动力之所在 第七名,献王的日常生活 这部发码被割到网友指出 说有抄袭期末的时候的嫌疑 所以导致了评分仅有7点多 作为一名慢品人 我不带风也不跟风 该方讲述的是男主六岁 随手干掉妖王吞天瓜 作为一名农傲天 他却隐藏自己实力 不通通在学校中生活下去 该装逼的时候就装逼 该搞笑的时候就搞笑 仅六级掌获了280万的订阅 这魅力 白雪小伙们可以去看一看哦 第六名,罗小黑战绩 十部作品中唯一拿下昨天就成分的作品 该作品年载8年 仅仅更新28集 名副其实的年根翻 该翻讲述的是一位名媛罗小白的少女 收留了一只流浪猫 取名为罗小黑 用绘文的形式展现了小黑的萌 幸福的日常 短短的5分钟却治愈了无数人 此外,巨囊房非常的不错 找获了无数的人气与口碑 也是十分惨烈,大家入坑 第五名,玲珑 国内医疗的3D技术 仅用25分钟预告 便掌握了百万级的订阅 该翻选的是国漫中较为罕见的末日题材 主要讲的是因为浩大的第一次灾害 人类在这浩劫中所剩无极 并生活在了物资极为匮乏的灯笼中 为了生存 逐渐的一只死亡率惊人的军队名为猎荒者 与怪物拼命的抢夺物资 该动漫创造了一个强大的世界观 但在描写上稍有吸引有余地不足的感觉 所以也是该翻的一缺点 但在创新和技术上 真的是十分值得去称赞 第四名,圈之高手 这超强的IP出了无数个周边与联动 该动漫讲述的是一个被战队驱逐的超级精神手 一开老东家,在网吧自行主线战队 这一时许多优秀的队友 大家挑战在杀回容量的职业联盟 并获得了最高荣耀重回巅峰的故事 让雪雄融为一体 更好跨男女组长得十分的标志 可谓是男女通知的一部分 不用意了,快去看吧 第三名,恭喜狐狸小红娘们启提第三名的宝座 动漫主要讲述了以红娘为职业的狐妖 在为前诗恋人牵红线过程中 发生一系列有趣神秘的故事 这份有泪点有笑点有蒙点有狗粮有剧情 再加上这成为我们的虎风类型 也掌握了无意上的巨额播放量 平分也在9.5可谓是名利双收 第二名,正魂街 这时候应该走一波口号了吧 这部番我先推荐第一季 第二季先缓一缓,放一放 或许有软机呢? 如果单看第一季的话,这个还是一部好作品 该番讲述的是一个人灵共存的世界 不是每个普通人就能进入正魂街 只有拥有守护灵的寄灵人才能进入 夏琳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大学实习生 但一次偶然导致他人生不再频繁 个人感觉第一季剧情7分,化工8分 因为有时候人物会划崩 人物塑造有7分 整理下来还是相当值得去看的 第一名,刺客567 当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这款机已经超越567了 我居然有点不敢 我先不计较排名先后吧 反正暖上本视频的Top10 那果曼多十分的厉害与制作有才 刺客567这一方讲述的是一个蓝色的鸡 名为鸡大宝 就有了一个诗意实力开挂 名为567的男主 在岛上以简直发了一个理由 接了廉价的暗杀任务 但在暗杀途中保持了自己争议的原则 说白了,到头来事情解决了 一个人都没有杀 柳多奇说了一口正宗的广谱 欸天哪有广东人啦 我今天就要带他走 我看一下哪个狗敢懒我 该搞笑的时候就搞笑 跟热血的时候就热血,剧情绝不拖拉 这件衣衣让我末考完那一个晚上 看完了第二季 你错过了简直丢了个宝藏啊 前世美宝座,实至名归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幕内容 好久没有写过2000多字的稿子 也不知道各位观众们是否能够喜欢 这视频前圈后 从一个个字写稿到视频制作 花了我小半个星期的时间 如果数据可观的话 我会继续更新这种补饭类型的杂谈 好,这里适应于一个梦兴奥夫组 感谢各位的收看,如果我们有约 我们下期再见